2015年 夏天 我终于在自己22岁的这一年 来到了北京 我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 辛苦 也幸福 比想象中的地下室要好很多 我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落脚处 虽然只是一间并不敞亮的出租屋 但我真的很满足 追求理想的人 哪里会害怕辛苦 而我也清楚 来到北京的人 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股劲 想要证明给别人看 也给自己看 我开始慢慢地融入这座城市 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 尽管我并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你所生活的这座城市 在凌晨四五点钟的街道 我看过 不止一次 我看过扫街的环卫工人 穿着厚重的棉服 拿着扫帚 一丝不果打扫的样子 我看过卖煎饼的大叔 骑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 冒着寒风暗示出摊的样子 我看过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有人赶着第一班公交 打着哈欠 去上班的样子 我看过那些彻夜买醉的人 醉醺醺地走在百油马路上 寻找回家方向的样子 这些 我都见过 有那么多的人 在努力地生活着 尽管辛苦 却很知足 他们当中 有人开心地呼喊着生活万岁 也有人默默隐忍着 生命的苦楚 这些人 是你 也是我 2015年 夏天 我终于在自己22岁的这一年 来到了北京 我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 辛苦 也幸福 比想象中的地下室要好很多 我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落脚处 虽然只是一间并不敞亮的出租屋 但我真的很满足 追求理想的人 哪里会害怕辛苦 而我也清楚 来到北京的人 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股劲 想要证明给别人看 也给自己看 我开始慢慢地融入这座城市 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 尽管我并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你所生活的这座城市 在凌晨四五点钟的街道 我看过 不止一次 我看过扫街的环卫工人 穿着厚重的棉服 拿着扫帚 一丝不果打扫的样子 我看过卖煎饼的大叔 骑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 冒着寒风暗示出摊的样子 我看过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有人赶着第一班公交 打着哈欠 去上班的样子 我看过那些彻夜买醉的人 醉醺醺地走在百游马路上 寻找回家方向的样子 这些 我都见过 有那么多的人 在努力地生活着 尽管辛苦 却很知足 他们当中 有人开心地呼喊着生活万岁 也有人默默隐忍着 生命的苦楚 这些人 是你 也是我 2015年 夏天 我终于在自己22岁的这一年 来到了北京 我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 辛苦 也幸福 比想象中的地下室要好很多 我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落脚处 虽然只是一间并不敞亮的出租屋 但我真的很满足 追求理想的人 哪里会害怕辛苦 而我也清楚 来到北京的人 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股劲 想要证明给别人看 也给自己看 我开始慢慢地融入这座城市 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 尽管我并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你所生活的这座城市 在凌晨四五点钟的街道 我看过 不止一次 我看过扫街的环卫工人 穿着厚重的棉服 拿着扫帚 一丝不果大扫的样子 我看过卖煎饼的大叔 骑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 冒着寒风暗示出摊的样子 我看过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有人赶着第一班公交 打着哈欠 去上班的样子 我看过那些彻夜买醉的人 醉醺醺地走在百游马路上 寻找回家方向的样子 这些 我都见过 有那么多的人 在努力地生活着 尽管辛苦 却很知足 他们当中 有人开心地 呼喊着生活万岁 也有人默默隐忍着 生命的苦楚 这些人 是你 也是我 也是我